您好 欢迎收看2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农历春节前夕为了了解花莲县蔬菜水果供应需求 也掌握果菜批发市场的供销情形 现场徐政卫8号特别在农业处长吴昆如陪同之下 市场的花莲县蔬果运销合作社 来关心农历春节前夕蔬果的供应状况 春节前夕现场徐政卫在农花处长吴昆如的陪同之下 足以巡视摊位并且以摊桑拜早年 细心听取各项蔬果的解说以及需求 深入了解花莲县蔬果供应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行情的变动 现场徐政卫当场亲自挑选采买新鲜的蔬果以及干货 刺激买气 跟与现场采买民众亲切寒暄场面热络 花莲县蔬果市市场自除夕2月11号起休市 并在初四2月15号开市 现场徐政卫特别要求花莲县蔬果菜市场 在休市期间蔬果供应量应事前做好被妥及规划 并维持市场正常交易的次序 并请合作社确实掌握果菜批发市场的供需情况 确保花莲县蔬果足以充分公益民众凝结的需求 花莲大概一天从去年大概一天我们的蔬菜量大概要落在我们的大概130公顿 一天的130公顿 那我们自己花莲的产量一天大概65公顿 那其他的65公顿会从西部来补进来 才有办法给我们整个花莲内需来食用消费 那另外水果的部分呢 一天大概也要90公顿 所以花莲一天大概蔬果的这个消费量 大概要到210公顿左右平均 那今年全国因为这个含害的关系 一月份的时候有三次的这个极低温 所以整个蔬菜的蔬菜的产量有稍微减低 但是并不影响整个消费市场的供需的需求 但是这个价格有稍微微深 微深一点 那以全年度来说 去年109年跟今年110年一月份的菜价来比的话 在今年是大概全国平均值大概涨了三成 蔬菜大概涨了三成 那如果以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当月的话也有小福的为涨 那但是以过年期间我想 蔬果运销公司我们的这个花蔬 在调配的蔬果现在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而且也在我们在农药的这个残留检测的部分 一天原来是三千七百多的这个数量 我们也加派了人手 所以一天现在大概每一天要检测 八千件的蔬菜这个残留的这个建树 就是希望在短期间需要大量的蔬果 那更希望维护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还有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要感谢花蔬 那在这里跟花莲县政府来合作 让我们把在第一线来把关 当然在这几年我们不断的提升 花蔬的硬体设施设备 那除了我们的前厂后店 我们左边的这个场馆 也在已经盖到最最顶楼了 那另外对于我们的这个红外线 这个光谱检测仪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快塞的部分 我们每一年都提升了整个设备 让我们的这个筛减的部分会更精准 而且更快速 现在并且提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之下 许多民众不想往年前往市场产品联货 政府建设了线上平台 利用宅配方式让民众更多元购买年纪产品 政府在109年持续推动智慧农业 利用产销履率QR Code 让民众透过云端连结 清楚了解农油生产过程 以及作物的生长情况 从产地到餐桌 落实使农教育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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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